第七題跟第五題一樣的ST圖問我們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選項A 0到8秒鐘全程任何時刻的順順速度都相同 我們知道速度是一個向量 速度要一樣必須要大小一樣方向一樣 我們前面已經看到了在這段過程中 我們的0到2秒之間東西是朝正方向運動 接下來這一段從2秒鐘到6秒鐘的時候 它就朝負方向運動 它們的方向不一樣速度就不會一樣 不管它大小有沒有一樣 所以A選項是錯的 那麼同樣的呢 在有這樣的想法我們就知道了 豬選項也是錯的 因為0到2秒是朝正方向運動 2秒鐘到6秒鐘 2秒鐘到4秒鐘是朝負方向運動 它們運動方向並不相同 所以我們就知道豬是錯的 那麼B選項在我們第五題已經討論過了 它在0秒的時候的位置在0 在8秒的時候位置也在0 所以位置沒有移動 所以它的位移是0 所以位移不是40公尺 所以B選項也是錯的 那麼剩下C選項 3秒的順時速率等於5秒的順時速率 那麼3秒鐘呢 3秒鐘呢是在這裡 5秒鐘呢是在這裡 它們在同一條斜直線上 那我們前面已經跟各位提示過了 HT圖的直線呢代表所謂的速度 那麼直線越斜代表速度越大 一條直線就是一個速度 所以呢我們3秒到5秒 它是做一個等速度運動 那麼等速度的意思就是 它的大小不會變 方向也不會變 所以它也一定是所謂的等速率運動 所以呢它時時刻刻的 時時刻刻的順時速度或者順時速率 就會等於它的平均速度或者是平均速率 所以呢我們就知道 C的選項的答案是對的 所以我們第7題的答案呢 應該是選C 物體在3秒10的順時速率 等於5秒10的順時速率